来继续分析朝向 看看这一刻我们分析怎样的一个朝向 来分析这个高度朝向 其实水平朝向转一圈 我们需要去分析挺费劲的 但是高度朝向就格外的简单 其实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无论是搜索的时候 还是在这个分析的时候 都是高度朝向格外简单 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 我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四平过大 是为了你们好 我们往最下的时候是八十九度角 往上走走走走 走到大约水平的位置 你们知道哪个是水平角 我们现在要看了谁的 在最下面的时候是八十九 往上不断的减少 当到这个正水平的时候 它就大约是一个什么零左右 就是零 再往上抬抬抬抬 就不断的减少 减少减少减少 最终变成什么 负八十九上不去了 负八十九上不去了 其实那这是分析规律是吧 连人物的坐标都不用看 就非常的简单 那实际情况下呢 我们其实就在这里面直接写九十 写负九十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说它不是八十九吗 其实它大部分的这个设计啊 都很少有正正九十的 有八十有八十九的 还有设置成更小一些的 比如说七十的六十的都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设置的角度不可能让我们正好能描到我们的正下方 或者正上方 这是极为合理的 极为合理的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值 这个值就算 如果说就算我们没有去分析它 也应该知道它肯定是个九十或者负九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水平角度跟高低角度肯定是什么 用的是一套啊 它这个三百六十度是什么 就是零到三百六 那这个从低到高的一百八十度肯定是九十跟负九十嘛 对吧 没有没有任何的疑问的啊 再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 我们为什么如果说它要是能正上方或者正下方的话 那就更容易少了嘛 对吧 但实际情况下都没有啊 任何的一个没有见过 我几乎是没有见过正上方可以让你打到九十度垂直 可以正下方呢 它会九十度垂直 几乎没有 甚至见过最小的可能才有能让你转个六十度 我觉得六十度其实也蛮合理的 六十度啥样啊 有时候我的枪最高可以抬成这个样子 差不多啊 这个样子 差不多 那最低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也差不多啊 你再往上面打 打什么去打鸟嘛 对吧 那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啊 好 那么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去飞起就格外的简单了啊 这还用飞起啥了 正中间是零 正中间是零 那么只要去判断敌人就完事了 敌人在哪啊 敌人在在这儿啊 比如说这有个敌人 那只要是敌人的坐标比我们的 这一坐标比我们大 那就在我们上面啊 直接跟我们一连线 对吧 根据我们朝向算出角度 算出啊 他的这个值就完事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啊 然后呢 如果说敌人的这个坐标比我们的什么 比我们的小啊 比我们的小 这一坐标啊 当然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侧面 切面去看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这个 其他的角度 不是一个俯式的角度 也不是一个平式的角度 是从侧面去看 这是我们人物啊 从侧面 这是高度差 对吧 所以说这是高度差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 把它分析出来 那么留着提供给我们下一个课 开始写的这个代码而使用了 这些课的内容非常非常简单 是吧 那就到这里 写个下